寿命还是很重要 这个世界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猛厉 古达的家库 苏婆世界修行一天认真修行 真修事 真干 可以等于极乐世界修一百年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没有利源 没有人来磨练 这个地方是大起大落 你不会大落你就大起了 因落的时候就落到三土球 大起大落 西方极乐世界平平稳稳的 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所以它的进度很缓慢 这个世界还是有好处 对于真正干的人生是有好处 那么根据经教祖师大德所说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如果真正是勇猛精进的 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把自己提升到 是暴徒上背往生 那个古达德也举例子 像这个智者用名言寿 这个连持大师他们这些人 那就是提升得很高了 所以要注重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真干就乱真真心 别人生虚伪对我 我对人要真正 不能有丝毫 不能有丝毫自私自利 念念为别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就在修行当中 这就是修正 没有修佛之前 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想 不提别人想 现在我们知道为自己想错了 我们念念为别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为别人想是对的 为别人想 前途是金色光明 为自己想前途一片黑暗 这个念头要转过来 真正 真诚是菩提心的基础 我给你打起来 看别人想是为自己认识